我们一家人进来看看这位法籍的甜点主厨艾利克斯 是赏育全球的新生代甜点大师 在巴黎遇见从台湾到法国选甜点的妻子 两个人决定携手返台 在台北成立了甜点研发实验室 把专业发挥到极致 华丽的法式甜点经过主厨巧手精工 运用台湾少见的红桃果泥 这是法国主厨Alexei的最新创作 它是在法国的厨艾利亚 它是一个大厨房 它们产生自己的果物 鲜艳欲滴的红桃通通从法国进口而来 滋味有点类似台湾本土红肉里 但是色泽更粉嫩 以一个法国人的身份教导大家 或者是让大家了解 红桃这样的一个商品 是怎么样在法国被应用的 因为它的色泽也非常的讨喜 所以在圣诞节去表现出这样子 有一点水果风味 法国主厨Alexei背景惊人 二十岁那一年夺下世界甜点大赛冠军 至今依旧是法国甜点国家队 最年轻夺牌的记录保持人 六年前他为爱来台 先后任职五星饭店 和知名法式餐厅甜点部门 三年多前才跟太太和大姨子 一起创立品牌开甜点店 即使在社交媒体中 当你说现在你现在是一个鲜匙 然后你可能有70k或100k followers 他们会觉得哇 但在最终的我们只做鲜匙 所以我就是 我个主要是两个主要的主要 首先是分享到 我以前讨论的 因为有些其他师傅 他们也教了我很多东西 当我学习 所以我感觉 这是很重要的事 就是分享我的经验 第二个是 为人们的幸福 现代主厨更忙碌了 除了得提升技术之外 也要行销自己 完成的美味甜点 能拍出美照 上传发文 经营社群天文 有越多追踪者 就意味有更多发展机会 这也成为年轻一辈师傅的 另一项全新挑战